大家都跟我一样,比较惧怕变老,担心晚年生活凄惨,但是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衰老的那一天,不过想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可是结果却不尽人意。 很多人都觉得晚年不幸福是因为子女,不孝顺,不关心,或者忙于工作不陪伴,都是老人不幸福的根本。 其实,晚年间,想要过得幸福并不取决于任何人,而是自己,一位八旬老人说出来他的生活秘诀。 他说,晚年想要过得好,这三件事一定要做。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 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谢订阅。 不给儿女天负担 不给儿女天负担,是这位八旬老人非常看重的生活态度。 他认为,儿女们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作为父母,不应该让他们过多地操心自己的生活琐事。 虽然儿女们应该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但是过度依赖,他们只会给他们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老人会因为身体和经济状况等原因,对儿女产生过度的依赖。 他们可能会经常打电话给儿女,诉说自己的不适或困难。 让儿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虽然这些举动可能会让老人感到安心和舒适,但对于忙碌的儿女来说,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和不便。 为了避免给儿女添麻烦,老人可以尝试独立处理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可以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提高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减少对儿女的依赖。 同时,老人也可以寻找自己的社交圈子,结交朋友,互相帮助和支持。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还可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在影视剧《父母爱情》中,年迈的父母虽然身体不在硬朗,但他们仍然努力保持独立的生活态度,他们不轻易向儿女求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他们的坚强和独立不仅让儿女感到敬佩和支持,也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榜样。 总之,不给儿女添负担是老年人应该坚持的生活态度,通过保持独立和坚强,老人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同时也为儿女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有一定的存款,财务自由对于晚年生活来说至关重要。 有一定的存款可以让我们在物质上更加独立,不必依赖儿女或社会的资助,同时存款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经济安全感,降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在影视剧《都挺好中》,苏大强因为有自己的退休金和积蓄,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必依赖儿女。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生活的方式,无论是买书、旅游还是投资,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进行。 正是由于他的财务自由,使得他在晚年生活中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此外,存款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保障,例如,当我们生病或遇到突发事件时,存款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这些困难。 我们不必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较为便宜的医疗方案或放弃某些必要的开销,而是可以更加安心地享受晚年生活。 因此,有一定的存款对于晚年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财务自由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独立和自主,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安全感和保障。 当然,如何安排和使用自己的存款,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合理规划。 我们可以选择定期存款、理财产品或投资等多种方式来让自己的钱增值,同时也需要注意避免过度消费或投资风险等问题。 家里保持干净 保持家里干净整洁,对于晚年生活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同时也有益于身心健康。 在影视剧《请回答1988》中,德善的祖母每天都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整个家庭焕发出一种温馨和舒适的感觉。 她的坚持和付出,不仅让家庭更加整洁美观,也让家人们更加珍惜彼此的陪伴。 保持家里干净整洁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只要我们注意日常生活中的细节, 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打扫和整理,就可以让家里保持整洁。 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高效的清洁工具,比如吸尘器、拖地机等,让清洁工作更加轻松便捷。 除了日常的清洁工作,我们还可以定期进行大扫除,把一些基沉和污垢彻底清除,让家里更加干净整洁。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进行一些改造和装饰。 让家里更加美观温馨。 总之,保持家里干净整洁是晚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 同时也有益于身心健康,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八旬老人的忠告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要想晚年过得好,我们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坚持适当的锻炼,以及继续学习和探索。 这些建议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还能让我们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和满足。 让我们借鉴这位老人的建议, 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制定明智的选择。 人到晚年需要更加注重自身的生活品质和与他人的交往方式。 作为长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同时也要学会与晚辈相互尊重、平等交流。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于晚年生活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多参与社交活动、结交朋友, 培养兴趣爱好等,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活力和乐趣。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调整心态, 接触现实,不抱怨,不逃避, 保持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保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财务自由, 也是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 我们可以通过储蓄、理财、投资等方式来规划自己的财产, 避免过度依赖儿女或社会资助, 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经济状况更加稳定和安全。 最后,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和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参加社区活动、志愿者工作、文化娱乐活动等, 与他人互动交流、拓展社交圈子、增强自己的社交能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和学习,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观念。 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总之,人到晚年需要更加注重自身的生活品质和与他人的交往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经济基础和社交能力等方面的努力, 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与晚辈相互尊重、平等交流, 让家庭更加和睦、温馨。 老年之后,我们一定要明白有很多事情, 其实都需要认真的去考虑守住自己的积蓄。 同时还要做好与人际关系相关的事情, 关键的是懂得洁身自爱、懂得打扮。 一般来说,只要能够做到这些, 其实就能够避免讨人闲, 同时还能够安度晚年。 总的来说,晚年生活的幸福与否, 并不仅仅取决于子女的孝顺与关心, 更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和努力, 通过不给子女添负担, 有一定的存款和保持家里干净整洁, 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独立、 安心和舒适的晚年生活, 让我们一起努力追求晚年生活的幸福和满足。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